巴西超模吉塞尔邦臣闪电离婚了 吉塞尔邦臣与汤姆布雷迪今天真的离婚了 双方已经发布声明 宣布他们选择友好结束13年的婚姻关系 之前还在各种场合 就问爱 13年的感情说散就散了 两人在各自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虽然这是一个十分艰难和痛苦的决定 但是双方已经友好的办完了离婚手续 并表达了对于对方的祝福 未来俩人将一起抚养他们生育的两个孩子 吉塞尔对公众表示 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但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 请求各位在这个敏感的日子里 尊重我们的隐私 我的首要任务永远都会是养育我们的孩子 我全心全意地爱他们 我们将继续共同养育他们 给他们最大的爱、抚育和关注 自今年9月初以来 他们就传出婚姻破裂 他们的离婚律师和调解员之前一直在忙于 处理他们的财产分配和孩子监护权的问题 离婚文件将在佛罗里达州提交 但是篇幅很短且将被保密封存 外界传他们离婚的原因是 吉塞尔不满求行老公迟迟不肯退役 对家庭没有尽到责任 俩人于2006年12月开始交往 2009年2月26日结婚 后来生育了一对儿女 吉塞尔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 还放弃了如日中天的超模视野 全身而退成为全职妈妈 但是她的求行老公 却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爸爸应尽的责任 所以生性果敢的吉塞尔主动和她提出离婚 并且快刀斩乱麻 很快就解决了这件烦心事 不过这段曾经娱乐圈的家园 也就此画上了句号